我是各位大來賓 向蕙玲 剛才介紹那些歌叫做《蜜蜜的娃娃》 是這次新專輯裡面翻唱的一首歌曲 好聽嗎? 感謝你們的支持 那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們在每一個人的人生過程當中 一定會有一兩個被自己影響特別深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講到親情就無法自我的人 因為在小的時候為什麼會踏入歌壇 其實我覺得受家庭的影響也很大 因為我的爸爸媽媽都很喜歡唱歌 然後從小耳濡目染 然後在音樂的氛圍當中 就是自然而然就對歌曲的歌曲就非常的喜歡 尤其是台語歌曲 因為在家裡的孫子跟阿公阿嬤爸爸媽媽 我們在交談的時候都是用台語來講 所以說我對台語歌有一份很深很深厚的感情 很特別的感情 所以說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為什麼不唱國語歌呢? 但是我會跟他們說 台語歌呢 是我自小的夠大人 應該算是一個成長的紀錄 一個成長的故事 所以說大家對我來說 我永遠都不會放棄 因為他們是支持我的力量 那剛剛說的影響很深 影響自己很深的一個人 我也要特別提到我的阿嬤 我最可愛的阿嬤 因為其實呢 每次呢 在台北啊 自己一個人呢 在工作忙碌的時候呢 回到家呢 都不知道 都不懂得好好照顧自己 所以有時候呢 不小心呢 就沒吃好 然後呢 又瘦了 然後回到台南的時候 阿嬤看到我都會說 你怎麼會再散下去了 你是都沒吃到外面 都沒在吃飯呢 每次看 每次都很散 所以呢 阿嬤這時候呢 就會趕快呢 進廚房 端出他的拿手菜 就是他的炒米粉 我每次呢 都會 回到家呢 都一定指定呢 要阿嬤呢 炒他的拿手菜給我吃 然後每次吃到呢 阿嬤的炒米粉呢 都會覺得 哇 心中有一股暖流 就會覺得 好溫暖好溫暖 頓時呢 你就會覺得 在 工作 在打拼的過程當中 雖然呢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辛苦 但是呢 你回到家呢 你不會想要把 那一份辛酸 那一份辛苦 帶回家 你想要呈現在他們面前呢 就是 快樂的感覺 讓他們知道 其實自己 過得很好 過得很開心 很充實 因為呢 我每次回家 阿嬤看到我呢 總是笑咪咪的 她都是用她的招牌笑容 來迎接我 所以呢 在阿嬤身上 我也看到 學到 就是 不管遇到什麼事 只要自己用正面的心態 然後呢 不放棄的心情去 面對每一件事情 我覺得再困難的事情呢 都能夠迎刃而解 所以說呢 只要每次遇到挫折 遇到低潮 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就會想想 我的阿嬤 嗯 她今年已經九十歲了 但是呢 她的每一天呢 都過得很快樂 然後每天都是笑咪咪的 永遠呢 不覺得她的心裡 有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呢 我的阿嬤呢 她都能夠這麼正面 這麼陽光的 面對她的人生 我是她的孫女 我當然也可以做到啊 所以說呢 在我的人生當中呢 嗯 除了有很多事業上的貴人以外呢 在 影響我最深的呢 就是我的阿嬤 那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這首歌呢 叫做 口紅 為什麼要帶來這首歌 因為有時候呢 我會幫阿嬤 點個口紅 就會覺得 哇 阿嬤其實呢 好像又回到她十八歲的樣子 好可愛好漂亮喔 那就是趕快帶來這首歌 叫做 口紅 看著你 送我的口紅 好可愛的 叫做 看著你 好可愛的 口紅 口紅 就好可愛的 看著你 好可愛的 好可愛的 想要對你去 為你綻綠綠 為你摸眼睛 為你綻綠的笑嘴 夢月亮 是愛你的記憶 順哈收盪農有你 為你綻綠綠 為你摸眼睛 為你綻綠綠的笑嘴 愛若是 只剩苦的創意 就將它剩在心內地 看到你綻綠的哭聲 順應欠罵你愛我的你 親愛的 妳是我的寶貝 如今又有什麼意義 妳說妳愛愛我 是她聽我 只看我心裡只有我 我頭了後帶妳去 我的心也帶妳去 為妳綻綏綏 為妳冒煙綏 為妳冒煙綏 為妳冒煙 為妳冒煙綏 為妳冒煙綏 夢不涼 是愛妳的記憶 孫哈笑當勞有妳 為妳綻綏綏 為妳冒煙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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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妳的消水 愛若是 只剩苦的處理 酒醬於藏在心內裡 為妳綻綏綏 為妳冒煙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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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哈笑當勞有妳 順哈笑當勞有妳 為妳冒煙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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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冒煙綏 愛若是 只剩苦的處理 愛若是 只剩苦的處理 酒醬於藏在心內裡 愛若是 只剩苦的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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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繼續收聽週末音樂送 我是大来宾向慧玲 刚才听到那些歌叫做口红 是江志峰老师为我写的一首歌曲 刚才有说到在人生当中 影响自己很深的一个人 就是我的阿嬷 当然这是在亲情当中